柏林之后 特斯拉的又一座工厂 德州超级工厂也开业了 不是德州爬技的那个德州啊 这是一座超级现代化 超级巨大的工厂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巨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上海超级工厂 之前我去参观的时候 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呀 跟个小镇一样 里面还有班车 但德州奥斯汀工厂要比上海工厂大很多 是全球六座超级工厂中最大的一座 作为特斯拉的全球总部 应该也是马老板心中最中意的一个 这次揭幕仪式非常酷炫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部分是 无人机灯光秀中向尼古拉特斯拉致敬的环节 当然还有狗狗 以及老马驾驶初戴ROASTER上台的画面 都非常然 老马也开始怀旧了 没有提太多的技术 而是给大家讲起了历史课 一往昔真龙岁月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的报道 但德州超级工厂到底有哪些秘密 相比柏林又有哪些技术迭代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这期同样非常非常重要 之前在解说柏林工厂的时候 为大家详细分析了特斯拉最新的技术路线 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这次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这些细节就像一个个碎片 拼凑出了特斯拉的完整技术宏图 那话不多说 老铁们请把迁道打在公屏上 我们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来看大家最关心的4680电池 这是柏林展示的结构电池的电芯布置 这是Giga Factory Austin展出的电芯 大家能看出区别吗 最明显的是方向的变化 柏林的4680电芯布置 更像是Plat版的Model S和X的电池包的布置 横向的大模组满排不留空隙 而最新的Austin的方案更像是Model 3 Model Y的结构 分别是4个长条block 每个block中有3列电芯组成 每两列布一根温控管 每列有35加34等于69个电芯组成 所以每个block就有69乘以3 207个电芯 整个电池pack就有828个电芯 肯定会有很多同学问 为什么横排变竖排了呢 到底是横排好还是竖排好呢 OK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大家猜猜这两种排列 哪个是横排 哪个是纵排 肯定有同学会惊叹啊 啊 横向纵向的排列结构是不一样的吗 我还以为是一样的呢 那当然是不同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纵向的电池是手牵手的 所以这张是纵向的 右边这张横向是手牵手的 所以这张是横向的结构 所以这两种排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还看不出来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排列呢 对了 横向是手牵手的 所以是横向的排列 所以 温控排管是这样排列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每根管道能够很好地控制两边的电芯 每一排温控管都能控制两排电芯 沿途的这些电芯的温度都能很好地控制 这些电芯都很开心 但又有同学说啊 我非要在这个结构里竖着插温控管会怎么样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你会发现这条管道控制这几个电芯是非常有效的 这几个电芯是开心的 但对其他的电芯就效果一般了 因为接触面积太小 大家能理解吗 这样的话就需要在旁边插管 才能控制剩余的电芯 这样无意就增加了成本和复杂性 OK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大家觉得这两个电池包哪个更大 左边还是右边 事实上这两个电池组合的电芯数量是一样的 只是排列方式不同而已 左边是竖排 右边是横排 所以横排还是竖排的特点就很明显了 对于电动车而言 竖排更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竖排更窄 两侧和中间就可以安置更大的缓冲结构 增加安全性 大家看柏林展出的电池包两侧都填满了 已经没有地方设计缓冲区了 而且温控管的接口也在侧面 侧面碰撞的毁坏机率大大增加 而最新的奥斯汀展出的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电池包的两侧有更大的空间 做更多的缓冲设计 特斯拉在两侧加入了各25厘米宽的缓冲结构 以及这样的缓冲结构 而且电池内部还有纵向间隙 增加了安全性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但不至于此 纵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惯性距 大家中学的物理都应该学过 离重心越近 惯性距越小 则车转向时候越灵活 左边的长方形中心到两边的距离 比右边的要短 所以车就可以更灵活 当然还不至于此 纵向排列大大简化了车内的结构 怎么解释呢 我们简单画张图 如果这是个横向布局的电池 一般都是这样串联起来 那这里就是负极 这里就是正极 那热管理系统管道的布置就在另一侧 是这样的 会跟电路有很多的重合 情况复杂 我们再来看纵向的 这是一个纵向的电池包 我们把电池连接起来 这里是负极 这里就是正极 在这里可以安放一个保险 温控是这样布置的 都放在车头 这样跟热泵离得很近 而且这些管线是双向的 可以大大节省管线和能量的损失 所以充电口所有和动力电相关的设备 都可以放在车尾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曝光的管线接口 一个口进一个口出 是单排双向的 既节能又大大的简化走线 节约了用料 其实从电池的试图 我一直猜测 特斯拉会采用像Lucy Air那样的 用电芯端部温控板 来控制温度的结构 你看电池展出的图片 电芯内部并没有管线 而且是横向排列 这样的集成度更高 可以放入更多的电芯 我们知道4680采用的是 无极耳或者说全极耳的设计 那电池单体的直径越大 电芯的散热越困难 而1865和2170的侧面温度会比较高 但4680因为无极耳的设计 热量是向底部传导的 向底部扩散比较多 所以采用底部散热 似乎效率更高 而且特斯拉前段时间也申请了端部散热的专利 技术是有的 为什么至今还没有采用呢 记得之前老马说过 在Plat版的Model S交付之前 特斯拉团队曾经做过一个超过1000公里的 超长续航的版本 但牺牲了操控性 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不会用到这么长的续航 却要始终背负更多的电池 效率就会降低 最终他放弃了这个版本 我猜测老马说的这个版本就是电池上那样 把电池横向排布 能够插入更多电芯的版本 取消侧面的管线 采用端部控制温度 但这样的方案就会有 我刚才上面分析的那些劣势 所以这也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显然老马更看重的是操控 是效率 当然我也仔细看了这次的展示 好奇除了侧向的插管 特斯拉有没有在底部设计了温控的地板 所以我又翻遍了全网所有的图片 所有的视频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来看这次展示的这个电池的爆炸图 非常帅 可以清楚的看到最新的接口 但底部也就是电池包的地板 还是看不清 从这段生产pack的打包视频来看 这个底部是一个缓冲电板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顶部是最新的电池连接片 那底部可能就会要做排气的结构 这样一旦遇到热失控 热量可以向下排出 这样会比较安全 但会不会这个电板也是导热的 为了电高实现排气 那地板上还是有温控的呢 目前就不得而知 那如果评估前的你了解的情况 或者看到更好更清楚的图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 对了 这次整个电池包的卸压阀的设计 似乎也做出了改变 跟柏林也是有区别的 柏林是在侧面 而这次我仔细看了很多的图片 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卸压阀 大家仔细看这个环绕一圈的视频啊 你们能发现电池包卸压阀的设计变化吗 那除了布局的变化 4680电池本体也变化巨大 昨天全网爆出来的影片我都看了 一帧一帧反复的回放 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细节 我们看这是电池上的照片 当时展出的4680电池是这样的 虽然是无解耳的设计啊 但顶端是有凸起的 这个凸起的nipple部位 是白色的圈圈 对吧 大家看到了吗 当时柏林为了展示无解耳的形态 开盖的照片是这样的 并且连接方式也换成了这种 全新的更高效的样式 这些我在柏林内起有详细的分析啊 而这次展示的电视顶部是这样的 白色的圈换成了黑色 类似电片的结构啊 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 我们定格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盖子的封装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这个电池的底部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变成了这样 所以这个盖子的封装方式一定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有可能是为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方便排气 在电池报废以后呢 方便特斯拉对电池进行原料的回收 这次的电池展示也非常有创意啊 比如这一排这么多条的电池 就是整个电池包用的电芯了 一个结构性电池的底盘 就是由笼共这么多电池组成的 比如这一条一条长条的材料 就是电芯展开的样子 肯定会有人好奇啊 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我们知道就跟抽纸一样 电芯粗 那当然卷纸的圈数就多了 那用到的电极材料就更多了 这张图展示的是 2170比1865要多卷多少的材料 那4680就需要更长更多 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4680电池内部材料的结构 和无解的真实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拉拉片 我找到了当天在工厂中播放的 4680电池生产过程的展示片 结合特斯拉去年播放的 4680的生产影片 带大家一起过一遍 信息量太大了 请向抄作业的同学拿好纸盒笔 睁大眼睛 这是整捆的电极材料 土中这是铝箔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干的 经过切割和铜膜一起 跟电芯卷起来 这是无解尔的缠绕细节 大家注意老影片是这样的 有没有看出区别呢 感觉不但材质有区别 设备也是新的 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 看这个新花纹的盖子 它对应的是铜箔那一面 所以它就是anode 也就是阳极 另一端是铝箔 所以它就是阴极 然后将电芯压入电池外壳 大家仔细看 紧接着不等封盖子 就直接灌入电解液 然后再封盖子 但这在之前的影片中 是先封盖 再打入电解液 似乎改变了制造的顺序 而且灌电解液的机器 也是不同的 然后 这是将成品电池 打包成Pack 这些画面也都是最新的 等等 我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次品吗 别看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月 4680电池从内部 到封装 再到排布 甚至是制造的工艺 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以说是迭代的速度惊人 我们再来看 也是第一次曝光的 结构性电池底盘的安装过程 这个视频非常的详细 前排座椅是直接装在电池包上的 其实这次展示的这个结构电池外形的结构也是有细微变化的 另外 同样第一次看到后排座椅的样子 以及整个车体的底部与Pack对接部分的画面 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的展示出来 真的是毫无保留 就是看得非常的过瘾 超作业的同学一定也是荣获至宝 我也为大家找来了最细节 最清晰的画面 大家可以开始填屏了 再来看看新版Model Y的整车线数 记得老马曾经心事淡淡地宣布 要把Model Y的线数 缩短到100米 虽然后来没有做到 但目前这样简洁的布局 应该也是业界第一没有之一了吧 按照惯例呢 这次又展示了巨型压筑机 如果是频道的老铁已经见怪不怪了 德州会是部署最多压筑机的超级工厂 不过这次展示的方式非常有创意 你看这是没有用压筑机之前 生产的后车体 是由70多个零部件组成的 生产这么多零部件 需要多少的设备 浪费多少的时间和成本 而且出现差错的风险极大 现在用了压筑机 将70个零部件 合并成为一个部件 而只需要上方这几个铝合金钉的材质 真的是极其聪明的创举 OK 我们再来看看Cybertruck 已经是非常接近量产的版本了 之前大家看到的 只是远距离拍到的叠照 感觉相比第一个版本要抽很多 但这次走近了看还是相当的震撼 依然是当下那台最引人注目的Cybertruck 同样按照特斯拉的调性 又是除了外形小变化 内外几乎全部全新设计 将会运用特斯拉所有的最新技术 并且是4.0的硬件 和最新的道路感知配置 老马又立flag了 明年要让Roster Cybertruck Semi 这些困难户挨个量产 大家怎么看 你相信吗 那Roster就不带大家看了 还是原来那台样车 特斯拉机器人还是个壳子 也就不多说了 但已经有人对它下手了 这次揭幕仪式 老马的演讲信息量并不大 但看得出它有多开心 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每一个特斯拉迷 有多高兴 它终于可以把最好的 也是最大的一个产品 最新版的超级工厂展示给大家 经过了Fremont 上海 柏林的不断迭代 德州工厂是这个星球上 最先进的 最高效的工厂 老马终于将用在SpaceX 生产火箭的类似芯片的布局 用到了最新的超级工厂 用制造出来的机器 来制造机器 老马也终于可以把造车 变得像大积木一样的简单 一体铸造的前车体 4680结构电池的底盘 加上一体铸造的后车体 每45秒就能生产一台车 这应该就是 特斯拉阶段性的最终形态了 感觉有老马在真好 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而感到清醒 Life can't just be about solving problems They have to be things that inspire you that move your heart that make you glad to be when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you're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and going out there and become being a multi planet species and being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and making science fiction not fiction forever i think that's one of those things you know i think we that's just it that's what fires me up the most is like let's go out there and find out what this the universe is all about Let's make this real